世界上被离谱理由禁播的十个广告 好好的洋葱广告居然引起系统遐想 而第一名被紧急下架 竟是因为做得太好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 这些莫名被禁播的广告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洋葱销售 网络平台一个很重要的标签 就是互动 但随着互动的增加 审核就成了巨大负担 于是引进自动化技术水到渠成 但AI毕竟是AI 出错在所难免 日前就有加拿大一家种子公司表示 他们在Facebook上 刊登了一则洋葱广告 想借此推广洋葱种子 却被Facebook判断为太过性感而被下架 引起网友热议 而被禁的相片 其实只是一栏洋葱的特写 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种子公司的管理人员表示 他估计洋葱的圆形形状 让系统审核误认为与女性相关 他批评事件很搞笑 毕竟这必须具有很强的想象力 才能从那张照片中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后来经过申诉 Facebook恢复了这则广告 同时向他们表达歉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随后该公司将改款洋葱种子重新上架后 加入了性感洋葱作为搜索关键词 加上这个乌龙事件引起了网友关注 也使洋葱销量大增 三天的销量居然比以往五年还要多 可谓是因祸得福 第九名 刷门禁卡的错 2013年 以人气偶像团体AKB48 为形象代言人的冠装咖啡品牌WONDA 拍摄了一段以办公室为背景的广告 在第三部中 岛期姚湘饰演一位 笨手笨脚的年轻办公女性 她一早赶去办公室 但门禁卡怎么都刷不出来 正当她慌乱之时 一位前辈递上了自己的卡 岛期姚湘回头一笑感谢后 便匆匆赶去上班 该咖啡广告原本想表达职场有爱的画面 结果却被无数民众投诉下架了 而理由竟是 使用他人的门禁卡属于违规行为 存在安全隐患 这对于注重细节的日本来说 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荧幕前的朋友们怎么看呢 第八名 戴森空气净化器 近些年 空气净化器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 许多公司也会拍摄相应的广告来进行宣传 2018年 戴森拍摄了一段广告 画面中首先出现了汽车尾气 颜色是绿色的 随后 女主人回到房间 画面展示了不同厨房用具 散发出来的气体 有不同的颜色 显然紫色令人感到害怕 随着女主人打开手机里的戴森空气净化器 房间里的空气都变成了安全绿色 通过前后空气品质的对比 展示产品功能 一般都是这类广告的表现手法 然而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戴森公司发布的空气净化器广告被遭到禁止 英国标准广告管理局表示 这则广告向人们暗示 室内空气比汽车尾气更有害身体健康 人们待在家里反而比户外更危险 他们不愿意看到戴森公司拿室内空气和汽车尾气做对比 但戴森公司却坚持认为自己的广告 没有夸大室内空气污染 他们还提供了欧洲呼吸医学学术杂志论文 美国环保署的调查研究和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报告加以证明 而在这些科学著作中 确实指出某些空气污染物的浓度 在室内要比室外高出二至五倍 但是广告管理局却反驳这些说法 认为这些依然不能证明广告中所展示的是正确的 因为这些著作中也仅仅只是提到了某些有害物 可并不是指整个环境 最终广告还是被禁播了 那大家觉得是否有夸大宣传呢 第七名 LV包包 作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 LV总给人一种精致无瑕的感觉 每次看到它的广告片 总会让人产生购买的冲动 然而 英国广告标准局 却以误导消费者为由 禁止了LV的两则广告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则广告的内容基本相同 都是展示女工灵巧的双手 只不过一个手工缝制的是手提包拎手 另一个缝制的是钱架 广告配文 缝制女工使用亚麻线和风蜡 针 亚麻线 风蜡和精心专注 确保每个针角都不受潮湿和时光的清晰 有人说LV的包是细节的集合 但每个细节都如此费功费力 我们还能只称其为细节吗 言外之意 LV就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品 然而一些顾客却投诉 LV的很多产品都是机器制作的 但是广告却在传达手工缝制 明显就是在误导消费者 之后 LV也进行了回应 承认制作过程用到了缝纫机 却依然坚称缝纫机是人工的 但这些说辞却不足以令ASA信服 所以这些广告依然没有摆脱被撤销的命运 第六名 太瘦也不行 判断一个女孩好看的标准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是瘦 而这一法则在模特界甚至被奉为闺孽 看着瘦得不能再瘦的模特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 但见怪不怪并不等于被认可 这不就有人因为瘦而被处罚了 著名奢侈品牌圣罗兰 为了15年春夏系列宣传 请来著名模特P.T.Williams 为其拍摄宣传大片 并在英国版的L杂志上投放 可刚刚开始就被广告管理局叫停 原因就是太瘦 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少见 英国广告标准局 就以同样的理由 进过Gucci2016度假系列广告 其实早些时候 法国还将禁止品牌使用 BMI低于18的模特 写进了当地的法律 看来要想在欧洲时尚圈混 身上每个脊梁肉 是万万行不通的 因为太瘦广告就要下架 你是不是觉得很离谱 可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下面这则广告 仅仅因为手指造型 就被全国声讨 第五名 拿面包也有错 Brave Girls是一个韩国女子偶像组合 出道后沉寂多年 但最近却因为 抚军表演时的积极态度 重新翻红 又成为了当红偶像之一 不过 热度这种事情来得快去的也快 最近 Brave Girls就因为给某品牌 拍了一张广告宣传照 而一下子激怒了韩国男性 韩国男人认为照片中成员 金文盈的手势是在诋毁韩国男性 是在阴阳怪气说韩国男性不行 尤其这动作还类似韩国某激进女性主义社群的标志性手势 部分网友还解释 除了金文盈的手势外 这最后一张海报的每个单词 最后一两个字母组合起来就是Megel 燕南组织的名称 手势加上暗语 自然引起了韩国网友的脑补 再加上该组织很极端 所以引起的反对声音很强烈 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 最终这则广告被删除 而Brave Girls组合也因此受到牵连 营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第四名杜蕾斯广告 早年杜蕾斯推出一款广告 标语是Feeling is Everything 画面中男主角准备去约会 身后跟着一大裙穿着白色服饰 造型怪异的人 当然聪明的你可能一眼就看出 这群人代表着什么了 找到女友后 男主满怀期待地想过去 下一秒却被身后的蜂拥而上的玩偶人淹没 他们疯狂奔向女孩 结果却被一层塑料屏障遮挡 随后男主和女孩安全地离开了 整个视频非常隐晦 并没有出现太擦边的内容 那为什么会被禁呢 问题就出在男主出场的时候 身后跟着一大群白色玩偶 英国审查机构认为 这个暗示太强烈 让许多民众会误认为 男人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事 并且由于在晚上画面显得有些诡异 容易吓到一些观众 于是这则广告被勒令下架了 杜蕾斯也没想到 自己想完一把内涵 却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禁的命运 第三名 麦当劳广告 近日 麦当劳在英国推出一支剧情奇葩的电视广告 想完情感营销 却闯了祸不到一周的时间 这则广告遭到了众多英国民众的指责 广告不复杂 男孩问母亲 去世的父亲是怎样的 想知道自己和父亲有哪些相似之处 随后母亲罗列了一些 比如很会踢足球 鞋子很干净 男孩因为自己和父亲 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很沮丧 直到他们俩走进麦当劳 他拿起了麦香鱼汉堡 母亲说 那也是你爸爸的最爱 男孩变得不再沮丧 顺理成章的 这时候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麦当劳标志 这支绑架亲子关系来贩卖食品的广告 迅速在社交网络扩散 恶平如潮 那些反对广告的人 认为麦当劳不应该利用了丧亲之痛来做广告 不少父母给相关部门打电话投诉 反映他们的孩子看完这个广告之后觉得很伤心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和犹豫之后 麦当劳的发言人不得不对外宣布 在英国全面下线这则广告 Dat 并以诚恳的态度表示歉意 第二名 超大广告牌 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 一张巨大的广告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在这张阿迪达斯的广告海报中 著名足球运动员卡恩 以一个漂亮的扑就动作 将身体如拱桥一般横跨在公路上沿 而下面就是川流不息的汽车 就连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卡恩本人 也表示在面对这块长达65米的超大广告牌时 也忍不住嘖嘖撑起 而就是因为巨大 被有新人盯上了 虽然这块巨型广告牌 是为宣传200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而特别设计的 但依然备受争议 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安全性上 虽然这块巨型广告牌 已经被牢牢地拴在了大桥的两侧 但终因其体积过分庞大 已经违反了德国的相关法律 而最重要的是 越来越多人担心它会突然断裂 进而造成意外事故 因为巨大 这个广告牌最终不得不被拆除 可你绝对想不到 下面这个广告 却因为产品表现太优秀 而被强制下架 第一名 奥迪车被嫌太快 许多汽车广告 会拍摄车辆飞驰的画面 来展现其性能 美感等等 奥迪尔巴身为当家老大 在广告中自然也要大展身手 视频里 画面首先锁定在人的瞳孔上 随着车速的加快 自瞳孔消失的隧道景致 也更为迅速 瞳孔也随着速度高低 有着放大缩小的反应 这样的画面 足足持续了40秒 直到广告结尾 才看到一辆先橘的 而巴出现 可这短短一分钟的广告画面 却被大量英国民众投诉 认为宣扬不负道德责任的驾驶行为 因为奥迪方面并没有在广告里说明 这是一组连续拍摄的视拍镜头 还是分两部分或通过绿幕等特效手段 所完成的拍摄 进而无法断定 车速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这一点引起了英国广告标准局的担忧 监管者也认为 这支广告有违反汽车广告规范之嫌疑 随即勒令进拨下架 对此 奥迪公司和广告商都感到相当冤枉 他们表示 在拍摄这则广告时 奥迪R8的实际车速 大概在每小时48公里左右 之所以使用瞳孔的缩放的画面 是想透过车主专注驾驶的行为 加以凸显 耳巴全新引擎和变速箱等 精悍的动态表现 不过英国广告标准局 显然不吃这一套 认定画面瞳孔收缩 是由于车速过快导致的 因此维持进拨的判决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呢 那你还知道 哪些因为离谱原因 而被禁播的广告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